严宣 死渣男敢出轨 我要你身败名列 一个人 可可请你喝杯 你有缘点 一个人多寂寞呀 一起玩玩来来来来 妈哥哥会让你吃饭啊来吧放松 放松放开我放松 过来 呦呦呦呦呦 滚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为了 长男人 老师 长男人 你给不 过你 想 是 我看到姐姐和一个男人从酒吧来到这个酒店 这个不要脸的剑 乔京 过了今晚 艳薰的未婚妻就是我了 你看清楚是谁了吗 一定是 是晏轩的四处 眼睛 你不晏轩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你确定 坐着前面那一件 求婧 求婧 人呢 不可能我明明 我学着的 天呐 我竟然把晏轩的四叔给睡得久色误我 这个男人还挺帅的 这么多年没关心过我这个 今天倒是关心的很 你听说 闻嘯 这阿特波的勾结的 几百块钱就想把我给水了 这样 这样去哪了 我没事 怎么了 现在到处都是你未婚夫 和乔夫的床照 我知道 这照片就是我发的 什么 先不说了 我先回家 乔奸 还知道 你怎么回来 姐姐 你为什么故意批图陷害我和叶璇呀 你真要摆我乔家的声誉 你爸 我很伤心的 你跟叶萱滚在一起 就不怕败坏乔家的声誉吗 你还敢顶嘴我打死你 我 我告诉你 不管叶少和你妹妹的事是不是真的 谁让你偷出去了 爸 叶璇是我的未婚夫 还不认错 我 啊 打死 好了 景洪 一个贱丫头 跟他计较些什么劲 别看 上头去没你事 这就是跟我做对的下去 小姐 被皮片打的皮开肉占滋味 好受吗 和叶扎闻女主的滋味 好受吗 你 你不说叶轩爱你如蜜吗 你不知道 还对我租起 你不过 你妈也恶心 你敢敢骂我 小五 我告诉你 只要我今天不死 我不会放过你的 啊 能不能活过今天都还不知道 你怎么告诉我 你真是太清楚了 你以为 没有队长好看了你 就可以听听话 不过 你知道你 真的还是 你知道你 真的 姐姐 姐姐 让开 我爸说了 不许任何人带他离开乔家 乔武 你就眼睁睁看他去死吗 这是我们乔家的事 还轮不到一个外人插手 今天你不让我带他走 我就作死在这 你 都给我让开 乔京 我今天要跟走出这个门 永远不要再回这个家 这样的家 不回也罢 我刚才还说的 一个月前 刚把你从吃人的乔家救出来 你怎么就怀孕了呢 睦睦 别哭了 真是好事 我离开乔家再无亲人 上天便刺了我一个孩子 你说你心怎么就这么大呀 你一个单亲妈妈怎么养孩子 睦睦 乔景峰一心想让我嫁给燕萱 我不能入她的院 那你要怎么办 我要离开这里 四爷 我们查到乔小姐就在什么 在医院头什么 乔小姐怀孕 什么 你在哪个病房 五零四 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最早了 好 走 人呢 你不说在这儿呢 我 什么 四爷 乔小姐十分钟年上飞机 出国了 今天是燕萱过来提亲的日子 恭喜你啊 要跟燕家结亲了 还是你们乔五有本事 就是 乔小这几年 那个燕萱 对乔五有多好 听说你们家那个出国留学五年的大小姐今天要回来了 听说她就是被燕萱抛弃了 丢不起那个脸 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乔家乔美我回来了 她一个从小没娘的野丫头能跟婆女儿比 是比不了 毕竟满世界都知道小三可不是谁都能分 哟 快看看这是谁啊 这不是曾经的乔家大小姐吗 哈哈哈哈 既然真的带了一个拖油瓶回来 以为外面的穿业是假的 没想到真的在国外未婚生子啊 我都替她害臊 哈哈 乔京 你怎么肯回来了 小妈 真是懒话 当初不是你把我赶走了 你怎么说话的 这丫头呀从小就性自恋 这不出国几年 还是这副德行 怎么这是老巫婆 不许说我妈咪 怎么这是老巫婆 不许说我妈咪 哎 你这个小眼神 骂谁老巫婆呢 谁是我妈咪 我就骂谁 好 没有礼貌的小东西 看我好好教训 小婷 你怎么动手打人呢 谁敢动我儿子 我就打谁 我信你们试试 这么飞扬跋扈的 不爱言起公愤呢 就是 我们一伙的 人都是用言小是吧 行 给我等着 哎 回来 阿金 四叔 谢谢你今天来帮我下飞 谢谢四叔沈小姐 走证据吧 我呢 劝你们赶紧道歉 否则 当谁是傻子呢 这么一个小东西 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我跟你没闻 清清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个姐 偏偏赶在燕轩 给我下聘礼时回来 想破坏我的婚室 没门 姐姐 你是特地来参加 我和燕轩的婚礼吗 五年了 你们还没结婚 四叔 四婶 这是我姐姐乔婧 几年前 人家出走 一直在国外 今天突然回来 还真的吓我一跳 你要是胆子这么小 就让燕轩带你去看医生啊 好笑吗 好笑啊 没想到燕四爷这么有呢 了解我的人可不会这么说 应该多跟我接触接触啊 乔小姐 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 那你老公一定是外国人了 笑死 他外国人 也不知道和哪个野男人私混 说到私混 和野男人床的本事 也不知道得了谁的诊传 好 爸 你看姐姐都说了什么话呀 一回来就侮辱你妈和你妹妹 打了你这张嘴 妈呀你走 啊 他 他是谁 景红 你还不知道吧 当外公了 乔家 我们乔家的脸让你丢尽了 你没事吧 没事 这帅叔叔的眼睛 跟我的眼睛好傻 他会不会就妈咪口中 一只狗屁的老爸 这帅叔叔的眼睛 跟我的眼睛好傻 他会不会就妈咪口中 一只狗屁的老爸 把他带回房间 没有允许 不允许下来 乔治乖 跟妈咪回房间 拿去 炎子爷 您上座 咱们具体聊一下 两家的婚事 我只是来帮晏薰提醒你 谢谢你们自己的商业 接机怎么对一个陌生人 这么上心 宝贝 洗完手 你就自己跟着玩一会 妈咪有事跟妈咪说 好 还没擦手呢 你五年钱丢下钱丢下我 把我当什么了 我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要不要我把你回忆回忆啊 二天 你在里面吗 爷爷叫我们回去吃饭呢 我 阿姐 我先到楼下等你了 我 我 我先到楼下等你了 我先到楼下等你了 天哪 我脑子是疯了吗 居然又对这个男人下手 我先到楼下等你了 吴家伤五场生 正是儿立之年 也不嫌弃你有个孩子 浑事我和吴家已经定好了 明天约个时间见了面 所以这次让我回来 不是给你奔丧 而是让我嫁人的 放 能让你放低姿态把我教会 吴家给的你不少好处 这是什么话 两个亿 吴家拿这两个亿融资 来换跟乔家联姻 我说的没错 干嘛 让你回来 我是要你自卖我的 你要是由你妹妹一半乖巧 我父子之间的关系 我这一搞成这样 你是让我回来嫁人的 爸 请你善良 毕竟传出去 乔家为了钱卖女儿 对你生育可不好 乔家你 放心 我嫁 我只要乔市百分之五的股份 否则乔市拿不到 吴市这两亿投资 就等着破绽 明天好好打扮一下 见下无价的人 只要拿到股份 这场戏 我很乐意陪你眼前去 妈咪你不要像一个人蚌蚁 宝贝 你什么样妈咪没见过 还羞什么 这双眼睛 可真是像极了眼睛 妈咪 难以妈咪 要我出门带一惊 知道了妈咪 你快出去吧 真不要妈咪帮你洗 不要 妈咪伤心了 狗男人 爱娶谁娶谁 老娘才不稀罕 木木 乔治乖不乖 等会儿我去接他 你儿子跟我现在可亲着呢 你晚上真的要去这个宴会啊 你知道的 我这次回来 是为了什么 好好好 你一会儿洗完衣服 赶紧来见你儿子 嗯 你好 就要这件了 但是裙子的拉链好像坏了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 这是最后一件 不过我们店里有一款非常适合你 带你去看看 太好了 司长 你看这件裙子 你穿一定会很好看 试试 诶 乔小姐 沈小姐好 乔吴 我们看就算了吧 这条裙子你姐姐看上了 就她那生过孩子的身材 也穿得上了 况且这条裙子几十万 她能买得起 快去试试吧 先来后到 动不动回去 难道你还想穿这件裙子 去吸引你的未婚夫 也对 毕竟未婚身子 名声可不太好 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点 我们把二婚都难 用身子高于男人 不是你惯用的手段吗 就算我是单亲妈妈 也好过某些人 抢别人男人的小三 怎么做 你说谁是小三 我和叶圈是真爱 那不如我把你们两个 苟合的视频发到网上 让网友评 你敢 乔小姐 这件裙子 既然乔古已经完了 那我就先试一试 如果我不喜欢的话 再给你 不喜欢再给我 我是收费品的吗 不好意思沈小姐 这条裙子我决定买了 乔小姐出多少钱 我出双倍 我出三倍 可是 还三倍呢 你吹牛也不打草稿 就连卡你的那点钱 连这条裙子 拉链你都卖不去 乔小姐 我知道你一个单亲妈妈 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 为了这条裙子 花光所有的积蓄 不值得 五十万我要了 既然选小姐喜欢 那我只能 忍痛割爱 四婶 你快去试试 让这个贱人瞧一瞧 什么样的身份 才配得上这条裙子 五十万买这条裙子 人杀千毒 小小姐 不好意思了 四婶 你也太没了吧 怎么回事 我刚已经想说 这条裙子拉料有问题 什么泡完也给我退货 贱人 你以为早就知道了什么 小姐 那边一条新裙子 要不要试试看 谢谢啊 这些衣服很好看 也适合你 这些衣服很好看 也适合你 燕司也 你怎么在这里 来见你 谢谢 不过我刚才看到价格 买不起 我送你 服务员 燕司也 你有未婚妻 这样做不好 我也不会理解 哦 那我要怎么做 进去的问题 你不要叫我进去 这可是当年 你让我这家座 我们就不要多圈子了 燕司 五年前 五年前是我一时冲动 睡了 我也不是有心的 而且我给归你钱 一时冲动 当年我为什么找上你 你心里应该很清楚 本来就是件荒唐事 还请燕司也敞开胸怀 忘了 我的胸怀呢 一直都能敞开 每一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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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买礼服啊 明天我们要一起参加慈善晚宴的 我忘了 你眼光一向很好 你帮我挑挑好吗 我工作还有事 先走了 乔小姐还真是有本事 不过也没用 就算你脱光了 站在燕妻面前 她也不会多看你 我劝你 还是不要再打扮心思 那沈小姐可要看好了 毕竟燕司也长得帅 越有钱有势 多的是女人寄予 防得了东西 可防得了西洁 请不及了 你给我等着 二小姐与燕少果然是蓝彩女貌 结婚燕可记得邀请我哦 一定燕四爷来了 哇 燕四爷好帅呀 这身高得一米八五了吧 蜜天大长腿啊 真羡慕沈宁威 这么完美的胃功夫 哎 真是人生瑜伽呀 四处四省 哇 你今天好漂亮啊 谢谢 这件礼服 这件礼服是阿金特意买给我了 这乔吴嫁给燕轩 又跟燕四爷这么亲近 这乔家真是一月龙门呐 就是说 你家二公子也要结婚了 是乔家的大小姐 乔京 如此一来 你们吴家与燕家也算是张亲代购吧 哎对 怎么不见 乔大小姐人呢 乔大小姐到 阿金 我爸在那边 你陪我过去打个招呼吧 好 乔大小姐穿得也太招人了 怎么还领个小孩啊 啊 二婚带娃呀 吴夫人 你以后可要替吴少看紧点 这有些女人呢 天生骨子里就带着骚劲 这廉痴 我非要给她历历归提不可 小姐 今天这种场合 你带个拖油瓶过来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未婚仙女那点破事了吧 阿姨 你哪位 家住海边吗 管这么快 放肆 我是无常生的妈妈 你未来的婆婆 瞧瞧你穿了这风骚样 真是不知廉痴 你以后给我嫁过来 老是在家给我待一着 没有人不嫁 传宗接代 你家是有皇位要继承我 我告诉你 别说我现在没嫁给你儿子 就算是嫁 我生女不生生什么 你也管不着 你这个没脚梁的死鸭派 你下来 这好玩 你这个 有娘生被点养的野种 我打死你 你 你要敢动我儿子一下 下次砸你的就不是蛋糕 好 好你个小剪皮子 你还没有真的嫁过来 就敢跟你婆婆动手 你要是真的嫁过来 还不得我家房间给你掀饭了 你要想这样我也可以骂子你 你 你这个灵牙丽职的奸人 阿姨 你自己把蛋糕吃到脸上 怎么能怪我们家宝贝呢 我知道你不满意我 你也不能拿孩子洒气啊 大家快来评评礼啊 你胡说 明明是这个小野种 他还把蛋糕扔在我的脸上呢 妈妈 乔治没有 奶奶嫌往我 这神下的孩子怎么哭了 吴家那位吃蛋糕吃到脸上 对孩子吵气的 鱼老卖老 妈妈 乔治没有 奶奶嫌往我 都是乔治的错 宝贝这么可爱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宝贝呢 小锦仁 等你日后嫁到我吴家 我再好好跟你们娘俩算账 要 何事 你就想走 静静 你今天 真懂 我不好看吗 你也好看 你一会就滚圆点 少在这儿有心 我看你啊 就是嫉妒我和叶勋哥哥感情好 真是羡慕某些人 当小三都当得这么快美的 小锦 你少给我张狂 刚才你得罪吴家的事 爸已经知道了 让你现在就过去一趟 妈咪 你拿着蛋糕去花园吃 妈咪一会儿去找你啊 你看看你这媳妇 还没过门呢 娘俩就合情火欺负我 这媳妇不是你们让娶的吗 好你个臭小子 要不是我求着你爸压你来做事 你能坐在这里玩手机 是是是 我错了 等他进门 我打他几点给你出出气 你要去哪里啊 我告诉你啊 不是你找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要是再出事 我和你爸可就不管你了 把你死了 你看好你孙子就行 孙子 妈 我孙子去哪了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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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宝贼孙子 谁 谁干的 奶奶他打我 他还把我追到地上 又是你这个小野种 我不是野种 你这个小杂种 我 我看你就是欠收拾 我的儿子 还轮付到你来教室 妈咪 巧妙 你来的正好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看你这混事就别谈了 你打的 不是 他是我爸爸谈还骂我 是野种 还验我 咬你怎么了 他咬了 他咬了你 还要回去做矿钱疫苗呢 你这个小野种 谁知道你身上留着谁的脏血 被骂的就是乔经的儿子吧 这个乔经也真是的 未婚先遇受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了 他竟然还带着孩子到处来跑 我 我 我 吴夫人 对一个孩子恶语相详 你还有点长辈的样子 你敢教训我 我让我儿子修了你 儿子过来给我孙子磕头配罪 明明是你孙子不在心 你眼睛有毛病吗 你胡说 老江给我闭嘴 小智 给我道歉 他请我爸爸谈 然后我还骂我 老师说过 不应该就这样的坏孩子 我人有是他自己有的 他还撒谎说爸爸谈 是他爸爸给他的 我奶奶说了 他是一个没有爸爸的野种 乔大小姐还没结婚 原来没爸爸呀 怪不得的小孩这么没礼貌 就是 爸爸肯定过 爸 他你呸 什么东西 你们骂我可以 他骂我儿子 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小晋 少在这给我丢人现眼 你这个没爹的小野种 还不敢就给我跪下 放开 这个小野种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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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这个野种 谁说乔治是野种 爸爸你终于来了 什么我没听错吧 这小孩竟然叫燕四爷爸爸 这不会是燕四爷的私生子吧 可燕四爷的慰问期不是水明威吗 这他知道这事吗 我燕金的儿子你也敢动啊 这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小野种 我闭嘴 信不信再骂一句 找人把你嘴死了 四爷 不 我错了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走 快走 巧致 你刚刚为什么叫他爸爸 因为他我干爹 他什么时候成你干爹了 因为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你看是吧 对 小朋友 你叫乔治啊 我叫燕青 这个糖送你吃 我妈说吃点后 我妈还说不能跟墨西人说话 会被抓走滚卖 你妈叫的没错 但是 我不是陌生的 你聊了半天 还不知道你爸爸是谁呢 我妈说 他被洗净的卡车 能放压过身上 使得老惨了 我怎么感觉 你好像很讨厌我 我妈不喜欢你 想说老爸的眼 可以从这里排到法国 不过你有点帅 我可以给你排个号 好 那我就先排个号 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见过面的 叶先生 今天谢谢 我还有事先走 五年前你就逃跑了 现在你愿望 你这种利用完人就跑的习惯 可不太好了 我 你说话就说话 没有远的 这是想和一样的 现实 中语 啊 业箝 你怎么了 业箝 你怎么这么多血啊 我好痛 请起来 喂 把车开过来吗 点马去医院 小静 印金只能是我的 对不起 阿金 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还麻烦你送我来医院 时候不早 你回去休息吧 你好好休息啊 去查一下乔京这几年在国外的情况 再确定一下乔治的出生的期 四眼 人是怀疑乔治是您和乔小姐五年前 是 我知道了 乔京那个贱人 居然五年前就勾引过燕京 还有了孩子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 想走燕太太的位置 爸 你一定要阻止燕京调查乔京的事情 想让你女儿做上燕太太问责 就别问责 锦彭啊 这乔京啊 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 这当着这么多人 大厅广众直下勾引燕四爷 之前呢是他年纪小 现在都二十五了 还办出这种荒荡的事 哪一天要是招了上闪家 我们乔家可保住了 哪 少说两句 秦鸿啊 你别怪我多走 我觉得吧 乔京这回回来 他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报复我 能让他回来 就能让他滚蛋 吃他老子 没能让他在我面前放肆 继续说呀 我要是放肆 你能把我怎么着 乔京 你又没有廉权啊 乔京 四爷的未婚亲是沈小姐 那沈家可不是我们能得罪他起的 我跟吴家已经说好了 你的婚事不变 你不要动什么歪脑筋 企图跟燕家扯上什么关系 五年前的黑幕 不希望再发生的 是五年前把我打个半死不准送医的事 我真的一度怀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否则一个人要何其残忍 才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如此重手 你这说的什么坏呀 你这不是伤了你爸的心吗 我呸 别装了你恶不恶心啊 我可是你老子 打你天经地义 直到你现在养不生 当你与妈死的少 就不该管你 说到这个事 我妈到底是怎么死 她一手帮你创办的乔氏集团 对你不好吗 你非要找这个小子 放开 再胡说八道 我现在就打死你 俏青虎 你真的要消耗掉我们妇女之间 所剩无几的感情吗 像你这种 从来不顾家族荣誉 只顾着自己的人 太跟我谈感情 好 我们不谈感情 只谈利益 乔氏股分开 我就假 否则 别装了 知道你不得睡 老爷儿是不是自己要 儿子 可不是吃亏的 这个孩子的腹黑到底是遗传了谁 看来 我要尽快了结乔家的一切 早点离开了 妈 你说爸 不会真的为了把乔氏嫁给吴家 就把股份给他吧 你不是答应过我 乔家的财产都是我的吗 那只是你爸 缓冰之计罢了 到时候 你成了烟熏太太 那上赶的人 有的是来找咱们乔家合作 吴家那俩 算屁 妈 听说那个吴厂盛 成天啊 就知道玩弄女人 已经被他打死了 俩上了 你说乔金要是嫁过去 会不会没多久 就给他折磨死了 错 就是叫他死 到时候 乔家的股份 就是我们的了 我才听说 昨天晚上大到慈善晚会 今天晚上睡了 放心 已经拿到股 接下来 我会慢慢把乔氏集团 从乔总的手里夺回来 乔总 这是所有高层管理的名单 圈出来的都是林青雯的人 嗯 张助理 这里面有跟你关系比较好的人 我是四爷三个月前安排进来的 跟这里的人不熟 什么 你是硬金的人 这么快就交代卧底学院吗 四爷说了 要对您毫无保留 那这些人 全部开掉 重新招人 底子要干净 没有裙带关系 好的总裁 四爷 您在乔氏集团安插人手 什么意思 四爷 您在乔氏集团安插人手 什么意思 我的目的当然是你啊 这乔氏集团 一半是乔氏集团的人 一半是林青雯的人 你母亲当年留下的人 请你看看 你想拿下乔氏集团 光靠股份可不够啊 四爷不愧老金俱华 果然想不周到 乔氏 我才比您大了八岁而已啊 论辈分 您跟我爸是同辈 按道理 我应该喊您一声赐书 乔氏 你再说一遍是谁 四叔 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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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召开股东大会 我要彻底清洗乔氏集团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了 没事不要来这场获 你因为我愿意来 今天早上乔氏集团 召开股东大会一次 下午我们几个股东 就被赶出乔氏了 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股份 怎么能高于乔氏集团 他把公司所有的散股都买了 加益起于30% 加上乔景洪涨量给他的5% 现在他的股份 刚好超过了乔景洪的34% 你乔景洪这个臣祸 偷鸡不臣 反噬一把米 你别管他了 乔景向我30%内不期空欠 否则就告我挪用公款 这样 你先去救救急 我把他支走 你赶快回去 警洪快回来 小贱子 敢跟我争夺价值 妈 你吓死我了 怎么了 乔景那个贱人把我从公司赶出来了 还怎么可能呢 你是乔景二小姐他敢赶你 妈你怎么还不让他滚 他不是要交给五厂生吗 怎么还没有递下来 会有什么变数的 没事 你爸不会同意的 打跟你作对 我让那个小贱人永远不得翻身 坐下来 你时光阳 你什么事 你时光阳 你身分不得翻身 你还是ego 你其实你总的 一些东西 小贴 你想不到 是 我 救我 四爷 按照您的吩咐 查了乔小姐当年在国外的生产记录 但看时间 跟您与乔小姐那次意外 相差了整整一年 这么说乔治就不是我的孩子 可他为什么和我小时候的样子 如此相信你 所以 再仔细查一遍 是 是 我叫小金 救我 你怎么了 小金 说话喂 一分钟之内我要知道人在哪 是 李姐夫竟然像过家没有 想干什么 木姆 是你吗 宝贝 原来你在这啊 你放开我 胡茶茶 宝贝 今晚你是我的了 胡茶茶 刚洗完澡 可以等我了是吧 你不 你这是犯法 我就喜欢自己擦了 小姐 你小孩都生过了 你就别装了 我去瞧点 瞧点 你老子把你卖给我 不信你喊个试试 试试 来人 来人 救救我 来人 别喊啊 都说了没人救命 小姐 感觉你迟早给你嫁给我 今晚就当让你提前动 是向前 我还会让你 说我东西 你请我让你过来的吗 我背发真那么多 慢着 胡少 既然我都要嫁给你了 今晚洞房 也不是不可以 你说是不是 真的 早点想弄多好 我 但我们 这玩个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你想玩刺激点啊 没事 情趣 我我躲 哈哈 等我 好 好 小心啊 小心啊 下来过来 等我 我去拿东西 好 谁干的 今晚 或许还有叫进红的法 你现在帮我个忙 去左手边第二个房间 把桥乌大云抱过来 我不帮 不抱其他女人 你不去 我自己来 哎 站好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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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香 你拿什么东西这么久啊 小嫂 别摘 别急嘛 啊 我懂 你们你们就是喜欢玩神秘是吧 哥哥我就给你玩到底 谁知道 小散户啊还不行吗 哎 再等一等嘛 哇 别急 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不管人家怎么叫 你都不要停哦 哥哥走 你那女人就喜欢这种欲居还赢吗 小军怎么样 小军 小军 你呢 我要喝水 我给你倒 哎 喝水 哎 我 不行 你不能亲我 渣男 我怎么就是渣男了 你虽然中气的好像是你爸 胡说 你都有未婚妻了 还在外面勾搭良家妇女 你不是渣男是什么 这么帅的一张脸 真想把你关起来 只给我一个人看 为什么不出去 霍霍屁 你还有这种屁号呢 好 以后只让你一个人看 我都说了 不许撩我 你再这样小心 我一口把你吃掉 小姐 你调的话你不得你啊 在 哎 我不能说啊 这个该死的女人 起来 睡觉 我这是败给你了 干什么 不是让你打扫卫生吗 可是不然你们 他里面一个小贱人 他能把你撑了呀 我 乔 乔 怎么会是你 乔丁呢 闭嘴 这件事情你要是敢说出去 我会让你好看 滚出去吧 好 我 我 你给我滚蛋 你给我滚出去 妈 要是你也知道了 你会杀了我的 谁敢说出去 我就撕了他 那找新的 你一定是那个贱人 你一定是那个贱人 害我 他要是敢揭发你 我就搞他无限 咱这么多人 没有人会想着他 他能找自欺其辱 妈 妈 呼什么呀 是被睡了一晚上吗 赶紧 生长动干 你洗个澡去 快去 妈 妈 你咋不开 行 抱歉 行动失败了 曹青他跑了 黎夫人 你连这么一点小事 都办不好吗 您别生气 我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昨晚 没发生什么 怎么了 小小姐 你是又想吃蓝中气吗 是 你能不能说话正常的 那如果我说 确实发生了点什么 你会不会负责 真发生了什么 你就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瞧惊 这个经不起蓝色诱惑的女人 刚才是想起来了 我 那是被下药了 你应该拒绝我 我为什么要拒绝 什么 不过我今天这样 下次听我的实话 不要说了 吃饭 今天 一会儿去参加燕轩的婚礼 还有一场好戏要看 四爷 这是按照您的吩咐 给乔小爷准备的衣服 就试试吧 看合不合适 谢谢 谢谢 四爷 随便向前电话 喂 我刚准备去婚礼现场 您来接我一下吗 你知道的 我胳膊受伤了 不能开车 你家里的司机呢 我家的司机刚好想叫了 其实我也不想帮你 主要是燕爷爷说 希望我们能一起出席 我也不想让他往这家不开心 好 我现在过来 差点忘了 他还有个名正言顺的未婚妻呢 妈 我好害怕 怎么办 怕什么呀 看这点出息 这家里的女佛王 都被我赶到乡下去了 至于吴长生 她更不敢多嘴 燕家怎么能是她随便能得罪得起来 那乔津呢 她那么恨我 一定会把我的事情宣传出去的 你倒是有自知之美的 你居然敢做手脚害我 到底谁做手脚谁陷害谁 心里没数码 想破坏我的婚礼 然后自己嫁给你 做梦 我 我要是 我现在就捂住你女儿的嘴 大 大叫再把人招了 我可不敢绑着 说些什么 小姐 想什么呀 我不过 就是来参加我好妹妹的婚礼 你终于如愿嫁给了月圈 祝你们百年好合了 早什么辈子 小姐 我呸 小姐 你这是怎么了 妈 我忘了你吃品预药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来我想杀她孩子 什么 让我让你想起来动 交代你的事情完成了吗 放心吧 我已经黑进婚礼现场的系统了 不过那些事情这么警报 放出来真的会没事吗 不怕他们狗急跳墙 我一步步把林青雯逼到绝境 她就不会说出我吧 当年死的真相 帮我照顾好乔治 等事情结束我就会去接她 放心吧 我刚才是乖的狠 叶剑 看什么呢 啊没什么 副理科开始了 进去吧 请新人交换戒指 小黄飞 别乱动 慢点 快点 你快点 剑 这是什么 林军 这些都是何权 都是假的 你听我去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谁干的 到底是谁干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了 给我关掉 混账东西 瞧你干的什么事 我不知道 瞧瞧 瞧瞧让我这么做 跟我 跟我没关系啊 闭嘴 欺负了我女儿 还想把自己宅出去 好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事 还瞒着我 你熬他的胆子 今天的事情 你们必须给燕家一叫 四爷 这件事情 还有待遇查账 肯定是有人 恶意倒怪 他们这事啊 没把你们燕家 放回燕家 对对对 摆明了故意下汗 就是看不到我们联姻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辞 是你干的对不对 小贱 金王非打死你 你女儿干的事 凭什么怨我 就是你 跟人长生睡觉的人 应该是你 想爱我女儿 你怎么去死 你你给我闭嘴 小红 你怎么帮着这个小贱人 是他害的咱们成这个样子的 小贱 谁允许你过来的 妹妹嫁人 我为什么不能 你个错了 明明是乔吾反的错 你把乔经干什么 你们乔家出任何事情 都由乔经来担着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但是事有蹊跷 乔经又一向安惹是什么非 愿家丢了这么大的面子 你随便找个理由就想探索过去 乔经后你到底把我放在眼里 叶剑 这一定有什么误会 乔吾小姐不是这种人 对对对 我是被陷害的 这件事情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没错 我不认识乔吾 我根本就没睡过他 都是假的 假的 你们当我眼瞎吗 贱 敢这么羞辱 来人 给我好好教训教训 这些狗男女 放下 莫莫 抱歉 心不失了 将军她跑了 你别生气 我一定还会有机会的 在场的各位应该都是聪明人 从刚才这段录音可以听出来 林青雯要涉及陷害的人是我 结果天气不成十八 我早听说了 现在这个乔夫人 也是想象象位 我看啊 乔经人远辈的死 八成呗那有关 林青雯 你口中的那位小姐 就是收音的 她是谁 来 没有受影响的人 是我自己的厨艺 所以你承认视频是真的 想象象 是 妈 你怎么能承认 你说我以后怎么活呀 好啊 你个贱人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沈小姐 求求你 求求她沈小姐 燕萱 你冷静点 想我怎么说也是你的未婚妻 沈明卫 你就这么想看我被戴绿帽子 你这么喜欢这个贱人 让你爸去娶他 燕姐 我也是为了燕萱好 那乔乌毕竟跟了他这么多年 天秦这样也太过无情了 这是燕家的事 你遇见了 沈明卫突然这么帮乔乌说话 莫非林青雯背后的主谋是他 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婚礼取消 从今天起 燕家和乔乌两家再无关系 以前的合作全部取消 喂 四爷 燕萱 燕萱 你不能不要我 燕萱 乔治睡了 嗯 睡了 这下林青雯该恨死你了 她以前也没少恨我 我妈去世第二天 她就进入了乔家 迫不及待地宣誓主角 这么多年 分分钟想把我赶出乔家 好让乔乌成为乔家唯一的女 静静 静静 所以你妈妈的死 跟林青雯有关 静静对不起 妈妈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妈妈不要 妈妈不要管他 让他跳 让他去死 乔进红 你这个按摩 我死也不会放过你 跳啊 去死吧 你妈就是个精神病 跳啊 跳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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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瞧紧红眼 睁睁地看着我 把从楼上跳下去 她拦都不拦 她的心 太狠 或许她是没有反应过来呢 不 林青雯是压死我妈的 最后一根稻草 我妈在半年内 突然发疯精神失控 怀疑一定有其他原因 所以 你怀疑是你爸做了什么 乔进红 是逼疯我妈的罪魁祸首 现在我在乔家 已经安装了 多处真空摄像头 我会观察他们的 一曲一动 他们一定要付出 应有的代价 把我妈妈一手 创办的乔世纪图 给堕扰 好好好都听你的 就按你说的办 好 静峰怎么说呀 回事照旧 换乔吾嫁过去 为什么是我 不应该是乔机吗 吾炒生就是个变态 我不要嫁给他 你妈 我不要嫁给他 老公能不能 这事由不得你吗 咱们已经得罪了燕家 再没有无价资金的住口 乔世就完了 我打死也不嫁 让乔进去 要嫁给燕轩 你和吾长生两个人的照片 已经穿得满世界都是了 你还想嫁到燕家去 你做梦去吧 燕奇今天说的话 你每天给妈 妈 我不要嫁给吾长生 他会打死我的 放心吧 买办法啊 还能有什么办法 没有吾氏的资金 乔氏就是乔京说了算 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 所以你要卖女儿吗 无论是乔京 还是乔吾 都没有乔氏重要吧 没错 公司我一定要拿回来 乔吾二家的坏事 闭嘴吧 妈 我该怎么办 她的心里只有强势 哪有一点亲切 放心吧 妈有办法 可是妈说 我一定不会让你嫁给她 放心吧 妈 我只能不能就让你找我 Mach 我 甚至是 我家真是倒了八辈子 竟然惹到了我家四爷 明天中午帮我约个餐厅 是 要甜食和辣菜都做到好吃 好的 另外 环境有儿童喜欢 你订好发照片我看看 明白 还有菜单 是 笑什么笑 乔治妈妈 乔治被人接走了 你们怎么能随便让人把孩子接走呢 乔治说是他干爹 我跟俩人关系挺亲密的 才放人走的 干爹 我知道了 老师 下次再有人接乔治 不管认不认识 一定不能让他把孩子接走 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马上 往后 居然 误 喂 燕斯爹 你把我儿子去那了 你儿子在我这吃饭哪 别过来呗 你这是拐卖儿童 我可以报警抓你 他也是我儿子 这怎么能 胡说 他是我儿子 是是是 你儿子我干儿子 发我威诊 我马上去 好吃啊 妈咪 你是我来了 我都快饿死了 你这个小馋猫 还好意思喊饿 一声不吭的 就跟陌生人 害得妈咪的亲 他不是陌生爷的 是干爹 你点这么多 自己不吃吗 不着急 我特意点了你爱吃的 喝个水 你爱吃辣的 小吃爱吃甜的 这些都有 你查的够仔细了 我觉得我记得还不会很清楚 回头我再背 什么时候这么会讨好 我只想讨好你吧 你自己吃 给儿子吃 我儿子 你儿子 我干儿子 你说的都是真的 没错 我亲眼看到乔欣在婚礼前去了播放视频的工作间果然是他错 我现在就要告诉爸爸 没用的 不管真相如何 你都要代替乔婧嫁给我们成事 可是我咽不下去这口气 四生 你可以帮帮我 我当然会帮你的 不过乔婧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乔婧再怎么说也是你姐姐 什么姐姐 那个贱人如此害我 我活不了 他也别好 大夫一起去死 你别这么极端 我们只要给他一个教训就好了 放心 我会安排好一切 陈金 天气完了吗 神经病 他把病人做空 已经破产了 真的假的 千真万确 不仅如此 吴家的祖坟都被跑得乱七八糟了 知道是谁干的吗 还能有谁 受害者家属呗 武厂生这个人做的多端 况且手里还有这么多条人命 我看他就自作自射 方总 不好了 外面有人闹事 说我们的食品吃死人了 什么 怎么会有这种事 木木 改天了我还有事 我已经让质检部门自检了 市面上所有的货品 也已经停止销售 但现在受害者家属围在公司门口 非要见你 去看看 大家都来看人啊 这家狠狠狠狠 谁给吃死了人啊 不会吧 小吃狠狠狠狠狠 我儿子最爱吃 一直没什么事啊 你看他怀里的骨灰喝 谁碰瓷会把青爹的骨灰抱来 这可是大不孝啊 大妈您先起来 我进去说行不行 你们不要打瓷会给我做主啊 啥也了 小妹啊 你们说乔治 你要我们要不要 大妈 您确定您素晴是吃了乔治区团的食品 还中毒成狼的吗 这些医院里检查结果 食物中毒 我爸爸就是吃了他们家的 毒奶粉才死的 怎么回事 你 你就是乔治独裁 我爸爸就是吃了你的产品才死的 我要快去避免了 啊乔治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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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乔治 萧思爷 请问你与乔小姐是什么关系 中毒事件中 是否也与厌家有关 此次发生了人民关系 乔小姐是不是故意抓回你逃避责任啊 这件事情我会查清楚 回去之后告诉 提前给你们消息的人 再把主意打到乔治身上 要让我跟你们不客气 把这些人都留在这 等警察过来 变四年 我衣服谁换的 不是我阿姨换的那 我怎么在这 啊 你不会是伤到脑袋 失业吗 啊我想起来了 头好痛 你说你这么那么不小心啊 那么危险你往前冲啊 幸好医生说你没闹到 干吗那么凶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生气啊 嗯 现在知道躲啊 当时为什么不躲啊 你你干嘛 你上药 上药上药那么凶干 你轻一点 疼 那个王大妈肯定有问题 你去查这个 那别动 我都已经查完了 你知道是谁干的 乖乖上药我就告诉你啊 医生说了 虽然没有脑针当 但这几天还是不能碰水 要按时吃药 知道吗 知道了 等一会 我受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 带我来你家 啊 现在医院肯定堆满了记者对不对 我们燕家有 家庭医生 为什么不用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 道理是这个道理 嗯 但以后还是别这样了 我派人误会 不太好 误会 谁误会啊 沈明威 你未婚妻 他不是我未婚妻啊 燕斯爷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我这次回来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的 不是回来跟你谈恋爱 五年前那件事情本来就是一场误会 我都没有当回事 你还要当回事干嘛 你是不想知道 谁在乔市闹事了是吧 燕斯爷 你想告诉我就告诉我不想告诉我就拉倒 想让我求你不可能 真够绝情的 告诉你 告诉你 那个王大妈的父亲是自然死亡 身上的换眼带也是假的 而且我还查到了 乔乌给他的账户上打了五十万 知道是哪家医院做的 玉华医院 玉华医院是沈家的 难道这件事还跟沈明威有关系 怎么回事 到底谁干嘛 金虹 你爸那么大伙干什么呀 这乔市不都是乔津在打理吗 乔市集团我一定要拿回来 你们懂乔津我不管 但是公司 我能受影响 爸 乔津设计破坏我和燕轩的婚礼 还把乔市陷入舆论 你不怪他 却怪我 是不是他身上的一些股份 你不敢动他 你真是我的屁 你这么护的乔津是什么意思 他还指望他养你吗 别忘了 当年你是怎么对他妈的 刘晴文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叶四爷 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请乔津回家顺便来看看热闹 你停 乔津上了睡觉 人都走了 还怎么看热 乔津 你能不能不要胡闹了 爸 乔津怂恿人造谣声势 害得乔市陷入毒奶粉丑闻 这事你知道吗 你胡说 我什么也没有做过 没有证据呢 这续爱不用管我 这人还真看热闹 燕四爷 这是我们乔家的家室 您在这不方便吧 方便了 乔津的儿子是我看儿子 算下来他也是不家人 乔津 你试搅乱了小吴和燕萱的婚事 自己却搭上了燕四爷 瞧见你弟 谢谢夸奖 想搭上燕四爷也不难 生个儿子就行 要不让你女儿也生一个 你不要脸 小吴 你先管好自己 我已经报警 王大妈交代是你教唆他化业单造警 陷害巧事意图敲诈 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 你胡说 我没有 生意自己没有能力管好公司害死 不只是把事实揭露出来 阿姨 狡辩的话 还是留着跟警察说 爸 我不能被警察带走 你救救我 阿姨 阿姨 乔津 你们都别过来 乔津 你不是想让我死 好呀 那我就让你儿子跟我拍照 不要 乔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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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走啊 今日之事 我不会就这么做了吗 悄悄再加一条 啥人会陷阱 严四爷 这不过就是他们姐妹之间半个岁 你不至于 你好意思说得出口 我燕金的儿子 没有人可以伤 燕四爷 他不过就是你干儿子 没必要为了他 这么对待我们脚架吧 恐怕 燕老叶子 也不会允许吧 燕家 我说了 你 再叫我 都是你 都是你不能让他 嗯 今晚住我家了 不 我们住酒店 怎么了 害怕 爷爷最近不再回来 放心吧 他不会有人为难你的 妈咪我就住个家吧 好不好好 看 儿子都困了 就别折腾了 就 还是说你 怕我对你做什么 当着孩子的面 说什么 小致 你晚上想不想跟干节睡 想 你看 困了都 睡觉睡觉 妈妈 爸爸 做梦了是吧 我又 好了 好了 喂 燕姬 你怎么这么久才接我电话 你有事吗 我是你未婚妻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懂 我跟你讲 你要再动巧勁 相信我饭里不认人啊 哈哈 呃 你再不会ич 어怎么样了 身体好些了吗 喂哎呀 爷爷没事 再过半个月 爷爷就可以回去了 好 到时候我去见你 等老爷子回来 小姐 不要你好看 走 妈妈 我吃饱了 今天怎么这么乖呀 妈妈 我们能不能住宿 干净家不本事 那你的眼睛不喜欢我 当然可以 乔治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好不好 我们乔治这么可爱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宝贝呢 妈妈我爱你 我呢 我呢 毒奶粉事件已经查清 我也会联系各媒体部门召开发布会 澄清此事 公关部也会关注品牌名声 舆论动向 各位董事还有问题 小妮啊 是这样的 你爸想要重新召开董事会 选取新的董事 难怪刚刚都不说 原来在这儿等着 乔景红果然等不了了 所以各位董事 是准备投靠我爸了 你刚当上公司总裁 就发生这么大的危机 虽然事情解决了 可舆论的影响还在 是啊 现在股票暴跌 亏损越大 我们都亏了不少钱 各位书伯不如直说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你终究还是年轻 领导能力不贵 你们一个个是不是忘了 我才是拥有 乔治股分最多的人 只要我不投入 董事会就无法召开 一个没结婚 就私生死的臭丫头 让你说总裁只会败败 我们公司的名声 你们服吗 你们一个个故故自封 不重视年轻人的事 乔治集团在你们手里 迟早的鬼调 名声能当饭吃吗 一个月内 我要拿下电商集团 MVUK的独家代表权 让25岁到35岁的 年轻人的市场占有率 达到乔治总用户群的三分之一 吹牛谁不会 我乔丁说到做到 做不到 我引咎辞职 乔总 你真的拿下MVUK的案子 据说他们的总裁Winster很难搞 这次的案子很多家都在接洽 验家那边也有在接触 是吗 看来要场外求助一下 你这废 你这样的那个我要敢出看 那个四眼 没看到我的说话 我出去 是乔小姐 嗯 看什么看完 滚蛋 喂 这位乔小姐是何方神神的 能入咱们四爷的妈呀 是四爷的小粉丝 四爷 MVUK的总裁Winster你认识吗 韦斯特 认识啊 你找他干嘛 我立了军令状 拿不下他就要被踢出桥市喽 韦斯特这个人比较难搞 他不爱抽烟 但觉得爱烟斗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 肯定所好 烟斗 谢谢烟四爷 我电话了 这女孩太无情了 文艺 四爷 你刚刚跟我说什么 下周二古董拍卖会 想要买烟斗的话 还是得去 我帮您和乔大小姐定的位置 坐在一起哦 干得不错 连你分红都拿着 谢谢四爷 乔总 这也就是你了 我从没见过四爷 对谁这么好说话过 少评 快看看最近有没有拍卖会 有个古董拍卖会 第三个拍品就是烟斗 干什么 这里不关键 乔京 我们拍摊吧 小屋被指控故意杀人罪 最起码要判十年 如果你肯撤诉 我会把我所有的股份 放给你 你那点股份 我不信任你 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 怎么说 她也是你妹妹 继妹而已 她要拿刀杀的可是我儿子 我凭什么要放过她 我怕不得她这辈子都在牢 那你就永远不要想知道 你妈死亡的真正 你想说什么 你母亲当年是跳楼刺杀的 但是你就不想知道 她为什么跳楼 只要你肯答应救出乔武 我就把这情告诉你 放过她 放过她能保证她不拿刀 在刺小我儿子吗 你什么意思 你不在乎你母亲的事吗 是不是 真相我自己会查 但如果您想把这件事情威胁 你做梦 乔武他最有应得 你查呀 你这辈子都查不出来 就让你女儿死在里面 你妈是自己异于跳的楼 对她的怨恨 报复到我女儿身上 林清文 当年我妈死的第二天 你就带着直比我小两个月的妹妹进来 那时候我妈的灵堂还在大厅 是你妈她自己没有本事 是她看不住 看不住乔西红 可是她看不住乔景红 看我没有发现 你做小三外做出优越感了吗 你敢打我 罢了你了 打死你 乔景红现在都自身难保 她没时间拐 林清文 我这么多年一直很好 你这么多年都一点不害怕 五夜梦会就不怕我妈来找你吗 这跟我没有关系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 这 女儿都进监狱了 你还有心地站着喝茶 你这 可质疑我了 他进监狱 那是因为他蠢笨 你知道吗 乔景一直在回忆他母亲的死意 他已经开始调查了 你想说什么 你别忘了 当年你是用乔景的命逼到你这条路 你要是不肯就叫我出来 当年的事情是我出去 你敢 你忘了 你做的事 你也要参与 说过你不肯叫我女儿出来 我叫你死吧 我 铁铁那我就杀了你 你 啊 走 哈哈哈 当我的谁都得死 喂 小姐 这回你得帮帮我 出大事了 我跟我老婆 吵架 就紧紧一堆 就从楼底下掉下来 他好像是摔死了 你确定是你飞的 不是乔经飞的 人的意思是 乔经和他和我妈关系恶劣 两人发生争取动了事 不是很正常的事 我知道了 我这就把乔经 那个孕狱叫回来 等乔经进了监狱 我自然有办法让你重获乔士集团的控制权 好 谢谢沈小姐 现在回家 我就告诉你你母亲死亡的真相 乔总 你要下班了吗 对 林庆文说 要告诉我关于我妈的死因 她下午还不说 现在突然变卦 只怕有诈 要不要先通知四爷 不必 这是我的家事 我能处理好 有人吗 什么声音 林庆文 闭嘴 叫救护车 是 真是 人后会当突然你救回来 现在高的交战 继续不赢 家伙人亡 林庆文不是还没死 您就确定人亡吗 再说了 你当初叫我回来 是用我来换吴家那两亿的 怎么 年纪大了老年痴呆了 自己做的什么不记得了 你个小厨师 我可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可跟我这么说 我现在就打死你 我 敢动这些事实 林庆文 这可是我的家事 乔军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怎么样 人还能醒吗 医院这里我已经安排了人 林庆文醒了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要提醒跟你说明白 我可不替你杀人 好 我知道 那 乔氏集团 答应你的 我自然会做到 等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乔氏集团自然会回到你上 乔总 快看这个 我知道我大女儿乔婧和我现在的妻子两个人关系不好 但我实在没想到 乔氏集团居然能杀了我妻子 现在还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生死肺 当时乔氏双手沾满了鲜血 他怎么能这么狠呢 乔氏集团居然能杀人 乔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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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报您事前故意杀人 请回去背后我们调查 没问题 我会配合警方回去调查 什么 乔总 这乔总居然为了股权杀害继母 好门恩怨生死海 你没看过电视剧啊 磕乱了 乔氏集团 相当时单报告您为婚三宇 请问是否属实 如今您要需要钱杀害继母 这样的品性还可以当乔氏集团总裁吗 乔氏集团的案子已经交给律师全权负责 有什么想问的 这是明天 还有 乔氏集团的孩子是我的 回去告诉你们的 如果明天的报道谁要是敢乱行 我会让律师联系个人 你的嫌疑已经解除了 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走了 明清文醒了 已经说出害他的凶手了吗 不是 明清文还在混迷 只不过是你男朋友在居留所蹲了一晚上 又找到了家里的女佣证明 在你回家之前 明清文已经是昏迷的 男朋友 你辛苦了 你辛苦了 你一晚上没睡 帮我找证据吗 你出事我怎么睡得着啊 走 带你回家 等一下 我先去见一个人 好 没想到吧 我这么快就被放出来 秦文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 怎么说他也是你红帽 还在这说风亮话 你 你怎么有这个识别 自从上次林清文在我的牛奶里下了手脚之后 我就在家里安装了很多真空摄像 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拍什么用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干什么 我可是你亲生父亲 怎么会把我们趁进监狱吧 如果可以 我宁愿没有你这个父亲 如果可以的话 我宁愿没有你这个父亲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告诉我 你把林清文推下楼梯之后 给谁打定 我告诉你 你能放火吗 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选择的权利吗 不 好 我告诉你 是沈明卫 他让我打电话报警 再增陷害给你 只要把你送进监狱 他就帮助我 重新掌管教室极端大权 原来是他 女儿 爸爸知道一切都告诉你了 你可千万不能报警了 我年龄已经大了 进了监狱肯定得死啊 交出乔氏集团的骨 然后回乔氏老宅永远不许出来 我该是你亲人家父亲的 你怎么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 如果你不答应 也可以选择去走廊啊 你 我 好 答应你 希望你说到做到 乔晋红 余生 也就在老宅里孤独装老吧 乔晋蓄意谋杀罪名已经洗清 正式成为总裁 乔氏集团未来可期 乔晋红这个废话 这连小事的很好 我还把骨饭交出去 什么事 沈总 乔氏集团总裁乔晋 说现在你 好 让他进来 小小姐来不知所谓何事啊 沈明卫 视频里跟我爸通话的这个女人是你吗 姓沈多了 你怎么就确定是我 我还可以说是你和乔晋红 联起手来不信我 既然你不准备承认 我也不打算给你浪费时间 我还着急去拍卖会 但你等着 我一定会揪出你的狐狸为我 乔晋 我会让你身败你脸 哟 乔晋 你也来参加拍卖会 想要什么 我送你啊 石南木烟斗 送吗 这可不行 我要用它拿下 Milky的案子 难道你也是冲这个案子来的吗 那我们就各凭本事吧 大家好 非常荣幸有请各位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拍卖会 我代表南城慈善机构 感谢大家 现在有我为大家带来本次拍卖会的第三件藏目 它就是来自清朝的石南木烟斗 曹总 是烟斗 起拍价 一千万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 两千万 三千万 还有出价的吗 三千万 一次 三千万 两次 四千万 四千万 四千五百万 四千五百万 一次 四千五百两次 还有出价的吗 五出六千万 我 乔总 我们手里没那么多流动资金 怎么 没钱了 严玄 你什么意思 乔婧 只要你乖乖地回到我身边 等我拿下这个案子 就是烟施与乔施的双鱼 如何 做什么纯球大名 告诉你 没有这个烟斗 MUK的案子 我照样能拿下 你还是这么死鸭子嘴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的性格 我会被乔福给勾引了 你出轨 还有理吗 还不是因为你当年连手都不让我碰一下 不让我跟乔福发生关系吗 结果你倒好 扭头生了个儿子回来 还真是不知廉耻啊 叶轩 真让我恶心 六千万一次 六千万两次 还有人再出嫁的吗 哈哈哈哈 这个案子是我的了 而你也快是我 八千万 谁敢跟我抢 四叔 恭喜这位先生 最终以八千万的价格 获得此拍片 石南木烟斗 最后还不是归我印象 乔静 我劝你识相 乔烟两家联姻 你嫁给我是你的中心 谁跟你说乔燕两家联姻 你怎么叹 四叔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告诉我 你看上他了吧 给你的 真给我了 四叔你疯了吧 他一个破鞋 值你花八千万 我的事情什么时候 轮到你再关了 还有谁允许你张嘴骂人呢 道歉 我 不要让我再说第二个人 乔静 对不起 乖 乖 四叔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现在消气了吗 还不错 怎么回事 报道上怎么说 燕金要跟乔家联姻 你自己看 这些记者听风就是雨的 他们乱写的 喂喂 我提醒你 你如果不能嫁给燕金 那沈家未来家主的位置 你可账不管啊 爸放心 我跟燕金好着呢 再说了 有燕爷爷在 燕金一定会娶我的 下周我受惩 你带上燕金一起来 到时候 给你们介绍介绍 我的几个老伙计啊 好 一定给您带到 爸 时候不早了 要不您先休息吧 行 记住了 带燕金过来 喂 是我沈明威 我有事跟你见过 是 留我出来什么事 上次在你的婚礼上 放出乔吴和吴长生视频的人 就是小金 而且他现在还和你四叔不亲不出的 你咋还这么帮我 我是很矫情 但我四叔现在明白坦克着 我呢总 为了个婊子得罪我四叔 我这不是鸡蛋东西呢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你四叔会对乔经感兴趣 你也不想想 为什么你四叔会对乔经感兴趣 男人嘛 总是喜欢喜新厌旧的 我说四婶 你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启人忧天了呀 你和我四叔的婚事 那是长辈定下 就算是他想娶乔经 我太爷也不会痛 那如果乔治是燕金的亲生儿子 什么 五年前 有人拍到了你四叔抱着乔经进了酒店 之后乔经就因为未婚先遇 被赶出了乔家 并且燕金还出现在了乔经做孕检的医院里 不可能 我四叔跟他怎么会 他们根本不熟 你仔细想想 乔经这次回国 燕金是不是对他的态度有所可转变 并且燕金也不是最辨认干耳色的人 在昨天的拍卖会上 还花了八千万 替乔经拍下了烟斗 这个贱 原来他跟我四叔早就睡了 还在我这里装轻狗 不过这些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 我自然有我的办法 而且乔无尽监狱 也是燕金帮乔经干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 随便你去查 妈的 我从来没受过这么大的侮辱 要不要联手 让乔经胜败你的脸 乔经现在可是乔氏的总裁 想动他没那么容易 那就你自己想办法了 弄到一个乔氏应该不成问题 一个亿 你给我一个亿 我帮你把它赶出乔氏 好 而且我要你帮我下个燕金 龙娇 张助理 帮我约见M.U.K.总裁 Wisdom 已经约好了 就在今天下午 乔总 有了这个 案子肯定没问题 希望如此 资料再整理一下 我们出饭 好 威斯特先生 乔小姐 你好 请坐 听闻威斯特先生十分喜欢收藏 有幸拍下一个烟斗 请您品鉴一下 乔小姐 真是下了很大心思 想被方啊 也一定会做得很好吧 当然 M.U.K.集团 在电商界一直是佼佼者 能与贵公司合作 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我们乔氏 这次拿出了十足十的诚意 那我们开始吧 这个项目的投资额 我准备放在三千万 这是投资清单 请您过目 乔小姐 你要在原来投资的基础上 多加百分之五在投资 不错 我想M.U.K.集团 出来乍到 应该需要客情公关吧 这笔投资款 就作为乔斯特先生 打开承担市场的客情资金 乔小姐 这是我见过 最满意的一份方案 总裁 下一个见面时间到了 对方正在等您 那乔小姐 咱们今天先这样 好 那期待您的答复 好的 好巧啊乔小姐 好巧啊 乔小姐 不巧 你们来晚了 乔小姐 十分喜欢我送的烟斗 乔士和M.U.K.已经达成合作异想 你们没信 静静 只要没签约 总会有转机 这个道理 你不会不懂 别这么叫 不嫌恶心 你 看来乔小姐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好啊 那今天又让你死不清楚 乔小姐 您好 好久不见 我的老朋友 快起坐 威斯特先生 这里呢 是一个E 代表了我们 沈氏集团的诚意 不知道威斯特先生 愿不愿意签下这份合约 这 大家都是生意人 凡事以利益 威斯特先生 乔小姐 你的心意 我的心意呢 我收到 但是你也看到 首先沈小姐的天见 请egól 这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要怪就怪自己没本事 小姐 你还不赶紧滚 别耽误和威斯先生签约 等一下 等一下 认识 您怎么来了 快请上座 不必了 我过来 是为了我的女人 跟你可不做 是这样 我正好要和您的外婚妻 沈小姐进行签约了 谁跟你说她是我的外婚妻 沈小姐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你和我的婚约俱销 现在乔婧才是我的外婚妻 心术正少 好的亲爱的 幻言整个南城 应该没有人比我 给你的投资金融更多 马上去 严四眼 严四眼 你刚刚明明你能答应我 你怎么可以 刚刚明明有人说过 大家都是生意人 反正是以利益为重 做人不能太双腰 沈小姐 合作愉快 谢谢威斯先生 这个烟斗 就作为我们第一次合作的礼物 小小姐太可惜了 啊 沈小姐 我这呢 还有贵客需要的 就不 有你二人 小姐 送客 沈小姐 我 我 四叔 你有什么事情 我跟你定了一张半个月之后 去南非的金票 好 好 以后那边的项目你负责 没有我的允许 不需要的 我跟你定了一张半个月之后 去南非的金票 以后那边的项目你负责 没有我的允许 不需要的 不 我不去 你当然可以拒绝 分析代价就是 以后会有家 把我关系 好 我去 我去啊 行 小姐 你个贱人 小姐 什么因为我警告你 乔经是我的女人 如果你再敢动他 我一定让你无事讲和大家 你放心 我一定和他去消灰医院 然后明镇严数的去年 为什么给我来这儿 为什么给我来这儿 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 你大概已经忘了 可是我一辈子都忘了 你 小姐 我真的很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收起你那一套 你只不过不想失去 艳太太的位置吧 是 但是我更不甘心 论家事论药宝 我当你那一点 比我强盖了个贱人 我只能爱 你只要愿意放弃婚 我会给你相应的利 我对你知道我的手 我给你三天使用好 好 我答应 阿姬 你能不能陪我喝完最后一杯酒 喝完这杯酒 我就再也不会打扰你和较劲了 好 怎么了 我要你这一杯 好啊 咱得没什么一种下来药 酒停酒了下来药 儿媳妇是进了 今天 我要做你的女人 啊 阿姬 今天让我 来伺候你 并请接电话呀 啊 啊 啊 咱咱 怎么回事 你会下来走不了了 眼睛 帮我 我 你走了 啊 啊 大家快来看看 堂堂沈家大小姐爱而不择 竟然给对方下药主宗几 小静 你个贱人 你怎么会来这 来今我老公有问题吗 眼睛是我的外婆婆 是你这个不要恋的贱人勾引了她 大家快来看看 到底是谁勾引了谁呀 大家快来看看 到底是谁勾引了谁呀 淹四爷早就对外公开 说乔小姐才是她的未婚妻 这个沈明威怎么喊恬不知耻的提了上来 对呀 还夏佑 这种下贱的事情都能多得出来 沈明威 群众的演技是许亮的 你要是不服我现在就报警 夏佑投毒 我要看看沈家的联盟哪个 陈静 谢你不等着 喂 你不等着 喂 一 一 一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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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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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